呃,要開始了嗎?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演講者 那我要演講的主題是OpenNet VN 全新電池高拓展性的NF開發平台 Introduce to OpenNet VN 那我是今天的演講者,蔡安馨 那這是我個人的經歷 我目前就讀於教科大資工研究所 那研究的主題主要是5G的核心網路 那我也在貢獻開源軟體上面有兩項經驗 一個是L2GC,另外一個是FuGC 那演講的經驗的話,我曾經在 中華電信擔任講者演講過 接著看到今天的Outline 首先我會介紹OpenNet VN發展的背景 然後接著介紹OpenNet VN幾項主要的特色 接著會看到我們OpenNet VN是如何運作 最後會給一個成功運用OpenNet VN的一個案例 以及L2GC 首先看到Background的部分 那隨著我們現在網際網路的發展 我們電信商以及企業 開始會有專用網路的需求 那我們的行動網路也逐漸會朝向CodeNet VN的趨勢去發展 那在未來我們網路的功能 勢必會朝向虛擬化以及軟體化的方向做發展 那這時候我們的網路功能 如果可以以Container的方式進行部署的話 就可以提到它的Scalability的部分 但是如果以容器來進行部署的話 我們雖然會獲得很多優點 但是仍然無法避免的一個缺點是 我們的效能會被縮減 那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下 我們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是否有一個同時擁有DNC 以及高透漫性的網路功能的開發平台 我們的OpenNet VN就是在這樣的需求下 所做的開發研究 接著看到OpenNet VN的幾項特色 第一個是Container-based的NF 在這個平台上運期的所有的NF 都是以Docker的方式來進行管理以及運行的 那我們可以很容易地使用User-based 程式撰寫方式來開發我們的網路功能 第二個是我們的NF Manager 這是我們這個平台最主要的角色 它是可以用來隨時監控我們每個NF的狀態機 用它來管理我們每個網路功能之間的通訊 第三個是SDN Enable 這是透過我們的NF Manager和SDN的OpenFlow 來支援我們SDN控制器來組合我們每個NF 讓它提供一個Service Chain 第四個是Zerocopy IO 這是說當我們運行在這個平台上面的網路功能 它們之間的通訊 例如封包的傳遞都是經過零複製以及操控的 那這樣可以讓我們在這個平台上面 通訊有一個非常大的速度的提升 第五個是No Interrupt 在傳統我們封包處理的流程都是透過 Kernel將發起中斷來處理 那如果在這個平台上面運行的NF 它們會直接使用DbDK Pooling的模式 將我們的封包直接拉取到User Space 來提高我們封包處理的速度 第二個是Scalable的部分 那這是說在運行這個平台上面的每個NF 它可以很輕易的被複製以及擴充 那我們的Manager他就會扮演一個 類似Low Balancing的角色 那很容易的就可以將我們的封包進行平衡 來達到Scalable的這個部分 接著說明我們OrderNet VM是如何做到以上的特色 那最主要有三個特點 第二是NF的Manager 它會負責管理與網卡的溝通 以及維護各個NF之間的通訊 第二個是NF的Leap 這是一個提供給使用者使用的API 那我們的程式 我們開發者就是透過這個Library 建立一個運行在OpenNet VM上面的網路功能 那最後一個就是Network Function 這是使用者自行開發的程式 那我們的NF都是以Docker容器的方式 運行在這個平台之上 接著看到這張圖就是我們OpenNet VM 最主要的整體大架構 首先是Share Memory的部分 運行在這個平台上面 所有的封包都會儲存 以及維護在這個記憶體區塊之內 那這裡的通訊指的是說 在這個平台上面任何封包的傳遞 都是透過交換我們記憶體的位置 來達成封包的交換 那所有的NF都可以撐去 這一塊記憶體位置來接收以及轉發封包 接著就是RX Ring 那每個NF都會有它自己的一個RX Ring 它可以用來接收現在要有封包要進入這個NF 以及要去記憶體核出來讀取這個封包 那與之相對應的是TX Ring 也就是用來傳遞封包的 它會用我們每個NF都會用這個TX Ring 來通知我們的Manager 現在有封包要傳遞 以及我們封包放置在記憶體位置何處 接著就是NF Manager 它會隨時監控所有NF的RX以及TX Ring 看是不是現在有封包需要被處理 那它會管理以及負責轉發通知這些操作 然後DPDK的部分就是用來負責把外部進來的封包 直接拉取到這個Share Memory內部 那無需經過任何Kernel的轉換 那再來看看我們撰寫一個OpenNet VM的NF 需要用到哪些主要的Function 第一個是說我們每個NF都需要有設定它的基礎的Meta Data 例如說這個NF的ID 那它要用多少個CPU來處理 那第二個是Signal Function 它是用來關掉這個NF需要註冊的Function 然後接著是看到的是Function Table 這是最重要的部分 那我們自定義相關的一些函數都是要註冊在這個Table內部 才可以在初始化的時候一起被啟動 譬如說我們PagiHandler會在這邊註冊到Table內 然後NF Startup是用於啟動NF的時候 看要跑的哪一些流程會不會在這邊一起被註冊 那最後是給一個成功的案例 那這邊是L2 5GC A low latency 5G code network Based on High Performance NLV Platforms 那這是會發表在Sidcom 2022的一篇論文 那這是一個直接將我們3GPP定義的5G核心網路改進的DM值版本 那它是基於我們3 5GC就是一個開源的核心網路上面做的改進 那它就是實際將我們的OpenNet BN運用到5G核心網路的各個NF上面 那它做了這樣的改動之後呢 它可以像是把我們手機註冊或者是基地台Handover等等相關的郵程 它的延遲時間縮短至1 2分之1 那同時我們手機用戶的Uplink以及Downlink throughput也提升至少2倍以上 那以下這個連結就是我們成功運用案例的GitHub連結 那謝謝大家的聆聽 這是以上今天的演講 那大家有問題嗎 那就到這邊吧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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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沒有 謝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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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来明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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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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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大家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概念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可以 感谢观看 我先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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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 感谢观看 那 那 就是 那 那AUSF它 那 那 就是 也会需要 相关的 对这个 就是 就是简ic 就是之间的 那 那一块 就是 就是 连线 我们可以 因为 那 然后 然后 你可能 他才会 那 那 你可能 可能等一下需要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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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问题 我不是说 那 那 那 我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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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